多空轉折 盡在盡折 而且中秋節果然沒有變盤 我們事前在中秋節的特別節目 也跟各位來做報告了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今天的行情 我必須要這麼跟各位說 國際上固然有一些漲漲跌跌的變化 但是我今天的標題 寫的是我最光榮 而且最開心的一刻 我今天的標題跟各位提到說 世紀剛大漲 或者風力發電大漲之後的啟示 什麼跟毛利有相關 什麼叫第二次漲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真的很直接的講一件事情 我只問大家 今天大概全部人都在講風力發電 當然了今天風力發電會強 有它的理由 美國股市呢 那麼可以看到倒窮是跌下來的 但是呢電子股市上來 所以美國股市像平盤一樣 像這種平盤方面的情況啊 台股的指數也是平盤方面的情況啊 大家會尋找最有把握的國內政策 你說對不對啊 國內政策最簡單的就是看台灣高鐵 我就乾脆告訴你啊 但是台灣高鐵的確啊 它只是一個公家機關概念股 似乎呢並不能代表非常多人喜歡去投資 但是呢各位 風力發電政策 誰最早跟各位說啊 甚至最早的時候 從賴院長一上任 我就跟你偷渡開始 跟你講風力發電政策 你一定要特別特別留意 當時呢各位去想想看 還是去年九月份的時間點啊 你看到沒有啊 誰跟你講最多次的風力發電政策啊 啊 各位來看一下 誰最早不斷的在這個非凡商業周刊 那個時候幾乎全台灣 沒有任何人跟你談風力發電 也沒有任何對這個風力發電政策 能夠正式的做最深度的了解 我很直接講啊 當時的非凡商業周刊啊 幾乎每一期啊 通通都找我寫啊 幾乎每一期啊 通通都找我寫 你說老師 你怎麼那麼清楚啊 我家裡是做鋼鐵的啊 那麼什麼時候要做風力發電 風力發電什麼叫做水下基礎鋼板卷 也是我告訴你的啊 這個名稱是我告訴你的啊 我還實地勘察過了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今天我相信啊 一定一大堆人誓稱 哎呀 風電最厲害的專家啊 風電王子啊 我只能這麼講一件事啊 我直接講我是風電第一啊 第一個在節目上 跟你用風力發電討論最久的一個人啊 所以今天啊 各位看到沒有 來第一件事情 我們來談一件事啊 注意哦 我不是要你去買士忌鋼 我說過 基本上我不是要你買士忌鋼 但是各位你會問我說 老師那台船今天才剛剛起漲 可不可以動 台船今天是算第一天起漲 因為你要把還原圈值回來哦 3708的上尾投控 這可不可以動 還是要乾脆去追士忌鋼呢 我認為啊 你要從這裡面了解風力發電產業的上下循環 再來做一定的情況啊 所以我也這麼講一件事啊 今天如果一大堆人跟你談風力發電 我認為你乾脆直接看我的 你覺得呢 甚至啊 從去年到現在 等一下我們慢慢幫各位來做一個回顧啊 包含這次50塊錢第一個進場啊 包含去年我直接講40塊錢才進場啊 包含1609的大雅9塊2毛5 各位來看一下 1059級的時候才是多少 各位這個售價要遮起來一下 9月23號而已啊 9月23號的時候才在這裡耶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這下面是寫9月你看到沒有 9塊2毛錢啊 誰跟你開始談大雅的 我相信這都是黃靖哲這兩年當中 可以說是奉獻給大家 還有為我們所有投資朋友 謀福利最重要的一刻啊 所以今天呢 我們大盤先等一下來講 還有各位注意 我們今天還有另外一個主題 這個主題蠻重要的 各位來看一下 我上個禮拜的時候 是不是講到6182的合金 那麼上個禮拜五幾乎 環球金是公造檔庭喔 我說我要跟你加蓋的話 我就說買環球金 我們買合金就是買合金 我不會跟你亂蓋 那上個禮拜五的合金大概走到這裡 今天還有一個高點上來 但是呢 合金上來我覺得這還不夠耶 當時我是不是告訴你說 奇怪了 這個股票怎麼看都覺得說 應該還要再漲上去 因為在這根紅棒之前 各位沒發現 量縮啊 我說大陸要發展半導體這個趨勢 你也一定要知道 所以今天我們總結 可以跟各位講說 第一個絕對是 川普實施第二次磕稅之後 對全球股市 對台灣股市的影響 這是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 國內政策還有哪些股票 可以讓各位在創造 像世紀剛這樣的奇蹟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世紀剛當然你說還要再漲很多 我想這個部分是比較辛苦一點點 但是好像也不是沒有機會喔 所以我這麼跟各位講 我們先來回顧一下好不好 什麼回顧呢 我不能回顧四月份了吧 我來回顧這裡最低點 9月12號的時候 當時我怎麼告訴你說 其實啊 像這種二次啊 應該這麼說第二春啊 第一春漲上來 然後休息 第二春上來 那怎麼樣去找這種 第二春方面的概念股啊 我乾脆叫它第二春好了 第二次還可以讓你賺50% 不是一倍啦 50%到100%是一倍啊 第二次還能夠讓你賺一倍 第二次還能夠讓你賺一倍的股票 要怎麼去找 我想我在9月12號 注意喔 大盤到最低點的那天啊 來跟各位談什麼叫毛利 什麼叫第二次漲 我覺得這個啊 比今天跟你解世紀剛更重要 怎麼看呢 導播我們來看一下 當時9月12號 大盤最低點那個時候 我跟各位談 怎麼樣從毛利 選到第二次會大漲的股票 毛利在上漲的時候 我拼老命的叫你做 其實這段是最好做 我是說實話 是第二段要不要做很多次 我就你自己決定啊 當時的 當時多少錢 43塊錢9958的世紀剛 多少人跟你講 風力發電影是假的 剛剛到強制回補 有沒有看到 剛剛到強制回補 到了60塊我說還是要買 到93點 92.2 那個那天我才說 欸 開始賣 市值那個時候來到1504億 剛好賣到 四季剛的最高點的那天 然後就強制回補 我說強制回補之前一定是有高 一定是最高點 大家都很清楚 這時候毛利上來了 單子接到了沒有還沒有 現在呢 各位看到沒有 我說哎呦 看起來 單子呢 上來之後 毛利又慢慢的跟著上來 中間還有一段怎麼不見了 沒關係 我就從這裡又開始慢慢做 來中間那一段現在就給你補齊了 各位來看一下 真的有這種有基本面的股票 你一定要特別留意啊 很多人啊 在這個40 也就是40塊錢 漲到了多少 漲到了第一次 漲到接近199.6的過程當中 都不敢買 哎呦 不知道在去什麼 說這個叫腰股 這個叫鏢股 隨便取個名字啊 不知道在漲什麼 什麼叫水下基礎鋼板捲 跟風力發電有什麼關係啊 我一邊講 他一邊漲 你更不敢買 對不對 我一邊講 一邊漲 你更不敢買 是不是這樣子 哎呦 黃靜沼買40塊我買60 啊60結果又漲到90 所以你更不敢買 等到有一天 大家就哎呦 90好像好像真的很好耶 結果我跟你講請你注意啊 當時我怎麼告訴你 我說請你注意 他才臨選完成 臨選完成就等於是什麼 剛剛考上大學啊 剛剛考上大學的時候 你看一下這檔股票叫做2913的農林 這是民國95年的時候的紀錄啊 各位看到沒有 第一次啊 日月潭土地過關的時候 漲這麼多啊 然後立刻拉回 有沒有發現 當時我就是這樣教你的 所以請你記得一件事啊 特別是這種所謂的土地開發案 開發案成功過關的當天 都還沒開始蓋 所以一定會回檔 回檔開始正式接單 而這段是毛利往上漲的過程 來 各位 真的一路漲到90啊 看到沒有 全市場第一個跟你談風力發電 全市場最能夠幫你掌握住風力發電 最早跟你講的 就是我啦 我說回來之後呢 來你看清楚一下下 我說這裡應該會形成一個底部的樣子 看清楚 會出現一個很像底部的東西 然後慢慢慢慢墊慢慢墊 我跟你講你還有爆發性的力多 我說沒關係啦 最簡單的算法 100嘛 前面算100就好啦 除以2 50塊以下你就給我買 我說你就想辦法給我買 就一路上上來 看到沒有 56塊也可以啊 看到沒有 就一路上上去啊 就一路上上去啊 我說各位啊 你說老師 74.8 我說再搶10塊錢看看嘛 84.8 結果你答案拿到99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你千萬不要給我幹這個事情啊 你說老師 這次強制回補在什麼時候 我也不知道 沒有講強制回補的時間了 你有沒有發覺今年四季剛 這邊強制回補一次 這邊強制回補第二次哦 第二次從56到上來到什麼 到70塊哦 拉回來之後第三次呢 結果我就奇怪了 為什麼從頭到尾這個農圈呢 就是不放手啊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 你一定要對未來的力多 能夠了解 你怕就是四季剛隔壁 這個其實我們也有 下去跟各位來做拚耶 2013的中鋼購也是一模一樣的 甚至1609的大雅 我說過 這是最早期跟各位發現的 這是不是就是我在最早期的時候 就跟各位提到說 請你注意一下下 這個這個這個當選那天 對不對 我第一次就給你偷上來 看到沒有 承接風電產業 受惠官廟都會區啊 當時是要談什麼 談那個大台南那個土地規劃的問題啊 我已經在跟你談風力發電了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有的時候你必須要去找那個產業 真的能夠領先幫你看到的分析師啊 你說老師 那今天這支股票漲停板耶 今天這支股票也漲停板耶 今天這支股票也漲停板耶 今天大雅也不錯耶 好啦沒關係啦 我來幫你啦好不好 老師啊那個四季剛還會不會再上去 我來幫你追蹤嘛 我來幫你追蹤嘛 你慢慢跟上我嘛 你說老師四季剛賺的錢 你也不要說自己買耶 四季剛賺的錢可比中鋼購還少 那這樣子為什麼買四季剛啊 為什麼四季剛比較強 中鋼會比較弱一點點 為什麼同樣一個叫村元的啊 要賺的錢差不多 要股價差那麼多啊 那這會不會互相帶動啊 那我以後再慢慢說給你聽 那風力產業這麼大 那你會不會做 這一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且呢我常常講說各位 你一定要想辦法去觀察 每一個國家的政策 還有每一個國家的產業 川普一當選的時候 當時我在非凡商業週刊也好 或節目當中我就告訴你 說我家也是做鋼鐵的 跟營造業相關的 那種營造廠的老闆啊 我們就隨便舉好了 遠雄啊什麼紅色那個老闆 你去問問他 很多啊他們都當然 我問你營建業想賺什麼錢 賺你買房子的錢嘛 怎麼會希望你把錢 拿去給國外的人賺呢 所以呢基本上來說的話 川普對科技股什麼外銷什麼 那個他不喜歡 他重點是錢要回到美國 他的房地產才會漲上來 你懂我意思了沒有 川普手上還那麼多房地產 我現在不要當他是美國總統 我們當他是個商人就好了 所以他那個關稅是一定會實施的 是不是我告訴你的 你想想看嘛 當然了這最後一波 我是沒下去跟他拚啊 但是最早期的時候 跟你講大成鋼 最早期的時候跟你講中鴻的 就是我 我說這種都一定會被川普給帶動 那現在稅又下去了怎麼辦呢 那接下來看中國啦 我是不是告訴你 請你注意 中國大陸一定會跟你拚半導體啊 說那個馬雲說要做量子晶片 然後呢 隔離半導體的老闆娘 叫做董明珠 找郭台銘做什麼 做半導體 他說我一定要跟你做拚半導體啊 請問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你想要做半導體 你想要做矽晶圓 應該說做晶圓代工 上游是不是矽晶圓 上游是不是矽晶圓 我是不是這樣告訴你 上個禮拜五我也這麼講 上個禮拜五我也是這麼講 我說請你注意喔 是不是啊看到沒有 今天呢大陸發展半導體啊 請問一下這不就是嗎 中美富財半導體啊 所以我說過 我真的必須要直接講 我這個人很公開啦 郭老師副定義現買現賺沒有 我也在這裡啊 既然下去我也覺得很忙啊 但是各位啊 這就是老實人的好處啊 這就是有看基本面的好處啊 我相信最近這段時間裡面 你一定會說 哎老師你講那個MOSFIT 怎麼還沒漲上來 而且你還說MOSFIT 可能啊 比這些所謂的環球晶 這後面是大量對不對 大量叫反彈嘛 甚至比被動元件 我就必須要這麼說了 速度可能會更快 因為第一個 這是量縮的 看到沒有 我沒有亂講吧 所以呢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你看到世紀剛啊 你看到大宗你看到富庭 你看到川普科關稅局勢已定了 這一黨你要想辦法跟上來 我黃靜澤做事情說一是一啊 你一定從基本面出發 你一定看得到我後面繼續追蹤 你一定看到重播彈 所以相信我吧 這就是你最好的選擇了 歡迎你想盡辦法跟上靜澤的動作 等一下請各位注意到後面 我們想辦法盡量把門檻降低的地方 1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部分昼夜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真主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轉動貨地的巨輪 因為珍惜託付 所以全力以赴 運達投顧 02227810909 022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笑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投顧 永遠值得托付 02227810909 27810909 有人說今年的行情 都是這樣上下上下上下震盪 我說這個上下上下震盪 你更需要黃靜澤 對基本面上面的一個了解 我甚至認為這個基本面 其中有很多 我們稱之為系統性風險 就是總體性的政策 你必須要了解的過程 親愛的投資朋友 泰國股市一樣啊 泰國總理最有錢的那個 當選的時候 那時候撐到最高點 一樣啊韓國股市 以前李明博他也是有錢的人啊 所以我認為啊 那麼這兩個都還是 小地方的一個總統而已啊 像美國這麼大這麼大的一個股市 一個最有錢的美國總統出現了 所以你一定要先了解他的政策 所以你要先了解他的想法 不管你贊成或不贊成 但是他就是影響到我們 所以為什麼我從一開始的時候 就跟各位講說 這個川普他這個生意人 跟過去你所想像的美國總統 完全不同啊 而這個過程當中 我認為啊 你找黃靖哲他是對的 因為我對國際關係 對真正的基本面 研究得非常深啊 各位來看一下 我說這些第一點 每一個你都要去做分析啊 中美貿易喊得最嚴重 全面開打的時候跌到這裡來啊 後來咧 有一點轉環了 有一些要徵稅 第一次徵3000億 那麼中國大陸答應了 就是因為這個答應了 所以 是要講嗎 李克強總理好像話就變比較少了 聽不聽得懂 各位看到沒有啊 就是因為前面3000億答應了 所以第一批答應的人呢 跟第二批談判的不一樣啊 所以各位看到沒有啊 那麼第二批比第一批更低啊 等到真正磕碎的時候是磕了10% 請問一下這個有沒有成功啊 有成功啦 因為川普就是一定要跟你磕嘛 那只能說磕多磕少 而且中國大陸真的賺美國人的錢 這一點是絕對沒有錯的啊 所以各位看到沒有啊 這真正磕下去的時候 其實指數已經回到了 10800點的附近了 那科完之後呢 現在其實指數還是在慢慢墊高 只是說喔 接下來是不是要把局勢轉緩和 還有怎麼樣喔 那麼當然是這樣子上上下下 但是每一個低點 我問你一件事 這個分析叫做什麼分析啊 這個分析叫基本面分析啊 你不覺得怎麼這麼巧合 8月16號的低點 來也是我黃靖哲 這麼大的節目股市現場跟你說的 我說過這一次的分析呢 你千萬不能找那個 純粹真的指這分析師的人 你說老師你也是分析師 我的意思是說 他只會給你分析獲利 公司獲利 你要分析的是總體分析的 國際關係也要下去分析的 各位來看一下 9月13號 當然這兩次去出席股市現場 這兩次出席股市現場 那是有點巧合啦 但是各位有沒有想過啊 換成是你接到通告的時候 在這個地方耶 後面還沒漲起來耶 那你要怎麼講 我們先觀察三天 如果將來漲上去就漲上去 沒漲上去就沒漲上去 你看 就像現在風力發電 各位看到沒有 之前多少人跟你講 風力發電是假的啊 叫你空一次 假的啊空兩次 假的啊空三次 我看今天還敢不敢說啊 我們必須要這麼講啊 一個股票兩次回到那個高點 那已經不是假的了 假的是這樣上去又嚇人 要騙人的 那當然你說老師 那有一天世紀剛剛說不定 全世界全台灣的所有的人 都會做水下基礎鋼板圈 或者風力發電 全部做完了它掉下來 那可能是五年六年以後的事情 那我也不管 你不能每一支股票等一下回來 你就說這個股票一定可以做空啊 那有的是很多年以前的事啊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你各位來想想看 這個真的是啟示啊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今天是沒有強制斷頭 老師不曉得你要不要停損 但是我這麼講一句話 世紀剛剛我能帶你來回操作 而且還是很大的波段 同樣的各位來看到沒有 郁金光來 第一次來到590 第二次又來到580 這邊也做了一小段 我就告訴你一句話 現在你要聽這句話 高檔保守的人 低檔要更貪婪 注意喔 高檔我叫你說不要買這個 二三二七的國具 不要買不要買不要買 為什麼 當時國具說什麼 它的市值要超過台塑 我說那有可能啦 如果這個陳泰民的身價 記不記得我怎麼跟你講 陳泰民的身價 假如比王永慶的兒子 王文陽還更有錢的話 那台灣真的沒倫理啦 他只是賣一個小小的東西 叫被動元件 只是最近毛利很高嘛 我是不是告訴你說 一樣的道理啊 世紀剛剛從3% 到你看見的時候15% 到今天公佈出來快50% 庶明德講嘛 他買3萬塊錢的本錢賣7萬嘛 這不是我講的新方剛講的 新方剛今天的漲停啊 所以毛利真的有到50% 我之前我都不能講 我都說你自己去想想看 我說我知道有一些案子有這樣子 還盡量規避的 因為不然法律上不能講那麼清楚 先知道也不能講 同樣的有些事情你自己看一下 高檔保守低檔要跟他 你說老師大阪好像不太穩 我說你要看這個 來各位看一下 這個人叫林恩平知道是誰吧 這叫林恩州知道是誰吧 就大立官董事長嘛對不對 你看一下他持股幾% 4% 4.49% 這個3.06% 老師啊他們不是把他們的股票 賣給貿易紀念公司了嗎 所以股價一直跌啊 我問你一件事啊 我股價不要說他們兩個 他們兩個是一定要申報 下面還有一大堆人啊 這些人呢 如果持股超過5% 我買賣都要申報啊 我想買更多的也不行啊 因為你都知道啊 所以我先把他的股票 賣給我自己的某一家公司 然後我再回來買 你覺得好不好 尤其現在股價這麼低啊 我說毛利高的股票 你說老師今天沒有人 盤貝露元件 我說我就跟你談 你看毛利高的股票 這是55% 後來又一個新的高點 還比前面更高 說不定四季剛會比前面更高 你說老師華興哥今天還在那邊 突突突突突突突 我告訴你有一天會到這裡 只是你有沒有想過啊 當時我在跟你講 四季剛50塊可以買的時候 來 50塊可以買的時候 老師啊 怎麼這麼久啊 五月到九月四個月 怎麼以前就這樣咻 這個怎麼這麼慢 這麼慢也比別人快啊 現在全部人都在看四季剛啊 搞不好你說老師 大雅怎麼這麼慢 我說告訴你這麼慢 有一天他快起來 你就跟不上了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我告訴你一件事情 快的時候我會幫你掌握啊 快的時候我會幫你掌握啊 看到沒有啊 快的時候我都已經幫你掌握到了 哪一天一發動的時候 你一定還要來找我啊 我問你一件事啊 核金掌上來 環球金掌上來 你問誰 找我是對的啊 有人叫我風電王子 我不想叫風電王子啊 我只告訴你 我只是個在股票市場 很認真帶會員做價差的啊 我只是很認真 帶會員朋友做價差的 我們對每一支股票都沒有成見 我們對每支股票 有沒有特別推薦 特別喜歡 跟股票談戀愛一定死啊 為什麼 一定死啊 什麼人會跟股票談戀愛 等到1300塊才去買國具的人 就一定談戀愛了嘛 等到世紀剛 我要臨選的時候才跑去買 說不定還給我買到3708的上尾頭控 記不記得 那個時候多少人在那個時候才開始喊啊 就跟今天一模一樣 低檔你不喊 高檔拼命喊 這次也是我推出來的 去年幾乎都是我推風力發電 都沒人在講 請問你現在去考你的老師嘛 這個上尾到底在哪裡做 可能都答都答不出來 我很多實地考察過耶 我說台灣有267座岸上的風力發電 幾個人知道 現在大家都談水上 來 月圓股票更還原 比指標股更強喔 注意喔 這是第四季最具波段力道的 所以我準備了很多啊 你都有機會可以上車的 尤其是剛打完底部的 剛才你看到剛打完底部的 來來來來 這都不錯了啦 剛打完底部的看到沒有啊 這都不錯了 那接下來呢 接下來呢 要不要趕快跟上來 所以我們公司裡面想盡辦法 推了一個很短的 時間不要長 因為我知道說 現在大家都想 趕快能夠在市場上面 掌握方向掌握印證 我們用短天期的方式 跟各位來做印證 歡迎各位 在廣告當中想盡辦法 趕快跟我們來做一個聯繫 用最快的速度 掌握這波的行情 我帶你去做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在廣告當中想盟